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堆积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你在大学学到什么关于个人理财方面的知识了吗? 信贷,投资,资金管理,还是说你只学了毕业需要的必修课?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课程就像微积分,天文学和人类学一样,无足轻重。 你离开大学越久,就会对大学教育越失望,因为很多必备的知识在大学学习期间都没有涉及到。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要受教育,找份工作,然后就可以高枕无忧。 但现实会给我们当头一棒,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靠学校教你的那点金钱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个人财务情况是你成功的坚强后盾,为了让你少走弯路,我们今天的节目将罗列出十条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规则。 本影片由线上交易券商MyTrad赞助播出,MyTrad集团旗下拥有多家公司, 分别持有由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开曼群岛金融管理局授权的金融牌照。 MyTrad的牌照信息,我们已经帮大家查询过了。 MyTrad提供比特币、以太坊、美股、黄金、原油、股指、外汇等超百种全球热门市场的交易服务。 其产品屡获国际大奖,出入金支持各主流渠道,操作便捷,到账及时,交易系统简便易用,交易零手续费,更有高达数倍杠杆可供选择。 App下载及注册开户,可以直接点击影片资讯栏链接完成,轻松点击即刻开始交易。 想要在理财方面先人一步,就拿出小本本记好了。 以下就是学校里学不到的十条最重要的个人理财规则。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吝啬手中的点赞还有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第十,买第一套房子。 你可能听说过一个说法,如果你想买一套房子,你必须存高达20%的首付。 如果你不这样做,就不得不支付私人抵押贷款保险。 这会对你的账户状况有很大伤害。 学校不会教你,虽然支付高额的抵押贷款让人非常肉疼,但是和一直等到存够20%的首付相比,权衡财务利币还是前者更为值得。 让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宏观经济因素。 在过去的十年里,房地产的增值率节节攀升,但是工资水平却停滞不前。 因此,面对逐年快速上涨的房价,想要一点一点存下房款的20%显然是不现实的。 这件事的底层原理就是,你觉得是你轻轻松松地存钱快,还是房价跑得快。 如果你有能力在五年内轻松地攒下这笔钱,那你就存钱。 但如果你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那么随着价格的上涨,你存钱的目标也会越来越高,难以企及。 第九,省省省。 在学校里,他们会教你至少存下收入的10%,但说实话,除非你赚几百万,否则退休靠这点钱可不够。 对于我们大多数有固定工资的人来说,25%到40%的储蓄比例才算是差强人意。 当然,也不能说存10%就毫无用处,存了总比不存好,总算是一个能让你语意逐渐丰满的开始。 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减少开支和不必要的花销,与其每天早上买一杯咖啡,不如把钱存进利率更高的储蓄账户。 你能想到什么减少花销的点呢?像是自己做早餐,而不是在外面购买这种? 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分享吧,让我们一起做省钱小能手。 第八,应急基金。 你在学校,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应急基金,那么今天你来堆积机遇就来对了。 我们来跟你说说,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高达40%的美国人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花费需要400美金的紧急情况,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统计数字。 表明人们有多么轻视应急基金的重要性。 如果你今天失业了怎么办,你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你的花费吗? 黄金法则是存下6个月的支出,但我们建议越多越好。 第七,以预算为基础。 生活中有预算是很重要的,但你在学校里学不到这些。 在学校时不了解预算的基本法则会让你在毕业后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当你独立生活之后,不知道如何管理账单,不区分一次性花费和日常需求,会让你一步错步步错,遭遇一个接一个的难关。 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如何规划一种靠收入支撑的生活方式,这包括如何在支付了所有账单的情况下,还为自己留有足够的日用品花销和储蓄所需。 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虽然预算很重要,但没有人喜欢记录下他们花的每一分钱。 你可以换一种做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战略预算。 这涉及制定长期的预算和计划,例如你可以先确定每个月需要什么,并根据一个月的需求做一个预算。 接下来6个月也以此类推就可以了。 有了计划你就可以把钱分别存进不同账户,这样你就不会超预算花钱了。 这样你偶尔看看清单,保证自己不偏离轨道就可以了。 第六,复利。 复利的力量一直非常神秘,这是年轻人独有的优势,虽然他们不能立即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但在投资方面还是占了先机。 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利用复利的力量,年轻人通过在高利率的户中存入少量的钱,这些钱将在多年中不断利滚利,从而积累大量的财富。 为了向你展示复利的重要性,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如果有人给你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3000美元,第二个选项是每隔一天就翻一倍的一美分。 大多数人会选择第一个选项,对吧? 你可能也是。 但如果你算一下就会发现,第二个选择在仅仅30天后就会价值1000万美元。 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服你,开始利用这个不可思议的机会增加你的财富,那么你就真是朽目不可雕了。 第五,信用的秘密。 大多数年轻人刚拿到第一张信用卡就会刷爆它,然后他们的生活就会背上沉重的债务,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利息。 甚至如果还不上还会拖欠信用卡账,从而对他们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信用评分和保持良好信用记录的重要性。 如果学校能更多地关注这种生活技能的训练,让他们意识到其中的秘密该有多好。 你需要牢记,你的信用评分是你财务健康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它通常代表着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财务状况。 分数好,买房,买车,申请商业贷款就会容易得多,而且在未来其他人生大事上也会容易得多。 不要再忽视信用的重要性了,每个人都需要知道如何建立信用, 并始终保持一个不错的分数。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第一,申请一张信用卡。 很多人认为办信用卡是一个错误,但它实际上对建立你的信用评分相当重要。 有些人为了避免自己花钱大手大脚,大学毕业后一直不使用信用卡。 年轻时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当他们开始想要买房买车的时候就挠头了。 由于没有信用记录,他们是无法获批任何贷款的。 那么当你拿到并使用了信用卡,这个流程是怎样的呢? 金融机构会记录你所有的交易和利息支付,他们会基于你的表现给你打分。 然后,当你申请贷款时,这个分数将决定你可以获得的贷款金额和利率。 第二,及时还款,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千万别预期还款。 如果有人在经济上依赖于你,那么你就需要买人寿保险。 子女、配偶或父母都好。 买定期保险比买终身保险好,这样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为你提供保障。 如果没有人在经济上依靠你,那就省了这笔保险钱吧。 除了人寿保险,还要为你的其他方面和资产投保,包括你的车、房子、贵重资产和健康。 你也可以买有各种政策和保障范围的散逝责任险。 在选择保险公司之前,记得花点时间了解各个险种的不同费率和覆盖范围。 第三,税。 税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话题,在学校里几乎从来不会涉及。 作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你需要了解税收是如何运转的。 在你拿到你的第一份薪水或开始做生意营业之前,你需要学习如何计算税率,并弄清楚自己的完税收入。 这样你才能确定这份工作是否能满足你的财务需求,以及你的产品或服务的合理定价策略。 还好现在有很多在线计算器可以帮你做这些苦差事, 它们会显示你的应发工资、应交税额,以及在你账户上的剩余金额,也就是实得工资。 世界各地的税率都不相同,但是弄清自己的缴税额,从而搞清楚自己的实际收入,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养成自己填报纳税申报单的习惯,小心那些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建议。 第二,注意身体健康。 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去医院治疗膝盖骨折这样的伤病,可能要花费数千美元。 如果不付每个月的健康保险,那么要是你进了急诊室怎么办? 你可能不得不借钱来支付你的医疗账单,给其他有医保计划的人添负担,这可不太公平对吧? 如果你没有医疗保险,那就赶紧买,同时照顾好你的身体,也能帮你省下一大笔钱。 这包括吃对的食物,保持健康的体重,定期锻炼,不沉迷酒精和其他上瘾物。 不想后悔的话,就好好保重身体。 第一,学生贷款并不是百分之百必要的。 很多人都认为,学生贷款与大学学位息息相关,但实际上你并不一定需要贷款。 85%的应届毕业生抱怨沉重的学生贷款,以及他们工作后马上就要面对的一大笔债务。 申请贷款并不一定是公读学位的必要条件。 很多机构会为贫困但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有时候甚至是全额的,这就可以避免负债。 你还可以边上学边兼职,或者选择负担没那么重的学校。 但是,如果你置存高远,对自己的起点有极高的要求,那么就可以自己衡量区区学生贷款不应该成为你更高追求的障碍。 只需要记住,不要把学生贷款作为开始大学生活的前提,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你的职业目标。 现在我们就来说说如何在Metrade进行交易吧。 Metrade主要提供比特币、美股、外汇、黄金、原油等近百种热门市场的交易服务。 Metrade与传统的券商不同,Metrade不收取交易佣金以及手续费,也没有其他隐藏费用。 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买卖差价,当投资者在建仓时就已经支付了差价。 不仅如此,与同行的其他平台相比,Metrade的浮动差价最低可低至6点,极具竞争力,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投资者的收益。 除了以上两点,Metrade还非常注重满足用户需求和用户的平台体验。 自2019年推出其创新研发的自主平台后,至今已积累了超过27万名用户,并且用户现在还在不断地增长中,平台的用户遍布全球。 Metrade向用户提供90天的模拟交易账户,模拟账户里有5万美元虚拟资金, 帮助新手客户在没有资金风险的情况下熟悉平台的各项功能,增强交易时的信心。 想要获得模拟账户非常简单,只需在登录界面选择创建模拟账户。 你可以通过手机号码进行安全注册,或者你也可以输入邮箱并设置密码,通过邮箱成功注册。 Metrade还支持第三方登录,你可以使用你的苹果账户、谷歌账户、Facebook账户一键登录, 让你即刻享用90天模拟交易账户。 等你决定正式开始操作投资,就在登录后的主页点击左上角菜单栏, 选择开立真实账户,完整地填写个人信息、居住地址, 根据指导填写适应性评估,最后上传个人证件,完成身份验证,成功开通真实账户。 随后就可以立刻入金开始交易了。 Metrade支持Visa、Mastercard,线上刷卡支付,Skrill线上钱包,选择你喜欢的支付方式, 入金申请可在弹纸间完成,满足你迫不及待想要开始交易的心。 交易时选择交易产品,随后根据操作提示选择交易方向, 完成交易条件的设置,点击确认,交易轻松完成。 Metrade的出金也无需繁琐的步骤,点击资金,选择出金, 输入出金金额,确认出金,简单四步就完成了出金申请, 你还可能有机会免费出金,这一点基本上满足了大多数用户的出金需求。 随后每次出金仅收取5至10美元的手续费, 相比一些收取高达30美金出金手续费的平台, Metrade可谓是业界良心。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订阅, 不要错过我们接下来的精彩分享, 这里是堆金机遇,我们下期再见吧。